中央汇金征持四大银行股 能不能解决四大银行面临的问题 基本上解决不了 第一,汇金征持股份只是买其他人手上的股票 银行的资本金没有增加 这个汇金的征持的这个举动 没有办法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 第二,银行需要的资本金规模非常大 你基本上可以用天亮的规模来形容 所以汇金这点钱不到5亿 4.8亿都不到 根本无济于事 银行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补充他的资本金 第一种情况叫信用扩张 信用扩张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存款贷款在增加 你信用规模在扩大 那你的资产负债表在扩大 那你就需要增加资本金 第二个情况就是坏账爆发 需要补充资本金